大家好,我老肉 今天再来说一种你既熟悉又陌生的动物 就是壁虎 那么家里有壁虎的朋友呢 我发现立场好像还不太一样 有人说壁虎平常吃很多蚊子啊 苍蝇啊蟑螂这些害虫 对咱们有好处 而且还有个壁祸的谐音 所以欢迎他们住在家里 不过也有些朋友会比较讨厌他们 说他们满屋子爬来爬去的觉得肾的慌 或者到处乱拉弄得很脏也不卫生 所以就不想家里有壁虎 想把他们赶出去 也有这么一种看法 当然有不同看法呢 这个非常正常 而且就算不考虑壁虎有没有好处啊 但就壁虎这个长相来说 每个人也都不一样 有人可能觉得壁虎这种爬虫类的 长得跟蛇有点像 心里面就很怕他们 会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 然后也有人呢 会觉得壁虎长得很小巧 很可爱 没什么好怕的 尤其有那么几种都被当热门宠物养了 待会咱也可以介绍几个 总之来说 每个人的喜好真的差别非常大 不管怎么说 壁虎这家伙肯定算不上人见人爱那种的 所以这期呢 他们招不招人喜欢 咱就先不考虑了 咱主要介绍壁虎这种动物 到底有多与众不同 比如他们那四个爪子 就很不可思议啊 是吧 什么地方都挂得住 而且来去自由 不留痕迹 说这里面竟然有纳米技术 非常神奇 好好跟他们学一下 说不定真可以飞烟走壁 莫奇怪 去去就来了 然后呢 再比如说壁虎的尾巴 都知道他们会断尾求生 但实际上也没那么简单 其实他们还有很多有趣的奥秘 这个也得说一下 另外再一个也挺有意思 就是壁虎会叫这事 可能有好多人不知道壁虎会叫 其实这是他们的一大特点 而且有些壁虎都叫出花来了 你绝对想象不到 他们是怎么叫的 所以今天这期啊 咱就来好好认识一下壁虎 说壁虎还有个常见的名字 就是守宫 守宫什么意思呢 一般是这么个解释 说他们经常出现在宫殿啊 房屋的墙壁和房梁上 还吃掉好多虫子 古人就认为 他们是在守护这些地方 所以才管他们叫守宫 主要说的是 生活在人类周围的壁虎 当然现在已知的壁虎啊 大约有近2000种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生活在野外 跟人类没什么关系 那么生物学分类呢 壁虎属于爬行缸 有林木的壁虎亚母 跟蜥蜴是一家的 其实来说壁虎就是一些特殊的蜥蜴 这个你看他们长相也能看出来 跟蜥蜴非常像是吧 所以壁虎特殊在哪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区别 一个是体型上面 壁虎属于是迷你型的蜥蜴 整体来说比蜥蜴要小很多 当然了壁虎也有大的 比如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壁虎 叫巨人手工 这家伙体长能达到40多厘米 体重近500克 来自南太平洋群岛的 新卡里多尼亚 然后当地呢 其实还有一种更大的 体长至少有60厘米 不过很可惜啊 一百多年前刚刚灭绝了 现在只保存了一个标本 它是一只最大的壁虎 不过这些呢只不过是海岛上的一些个例 绝大多数壁虎都很小 然后壁虎再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它们是夜行星动物 这个跟其他蜥蜴不一样 因为蜥蜴毕竟变问动物是吧 白天出来晒太阳更暖和 所以它们一般是白天活动 但是壁虎呢大部分是晚上出来不裂 这点比较特别 而且为了晚上能看得见啊 它们的视觉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说到视觉啊 咱经常提到两种细胞 就是视感细胞和视锥细胞 视锥细胞可以分辨颜色 但只有明亮的时候才好用 然后视感细胞呢 是夜视能力强 但是分辨不了颜色 它俩刚好相反 所以你看猫头鹰啊 它们变成夜猫子之后 视锥细胞干脆不要了 全换成了视感细胞 也就是说宁愿变色盲 也要晚上看得亮一点 不过到壁虎这呢 就做不到了 因为壁虎的祖先啊 也就是远古的某些蜥蜴 它们是白天活动的 视网膜里就只有视锥细胞 没有视感细胞 这怎么能呢 所以壁虎啊 实际上是把视锥细胞 给它转化成视感细胞用了 结果就是晚上既看得更亮了 同时还能分辨颜色 这你上哪说理去啊 就是这么一个不讲理的眼花 所以壁虎在晚上的色觉 是它们的一个超能力 然后壁虎眼睛还有个特别呢 是没有眼皮 也就是说它们来不了 眨眼这个动作 也永远都闭不上眼 只能一直那么睁着 所以你会看到壁虎 有个标志性动作啊 就是伸出舌头去填眼球 干嘛呢 一个是有脏东西 粘在上面清理一下 再一个是保持眼球湿润 这俩功能 其他动物都是眨眼的时候 眼皮干的活 壁虎得用舌头舔才行 就是因为它没有眼皮 好了 那么说壁虎和蜥蜴的区别啊 还有两个 得单列出来重点说一下 一个是壁虎会叫 蜥蜴不会叫 再一个是壁虎的无影角 咱先来说壁虎会叫的事 说壁虎的英文名啊 叫gecko 那么这个名字 跟宝可梦一个套路啊 你的叫声就是你的名字 但说壁虎呢 也不是所有壁虎都会叫 叫出这个名字的壁虎 是大壁虎 或者叫大手工 也叫阁界或者阁界蛇 这是一种特别凶猛的壁虎 体型在现存的壁虎里面 也能排到前三 东南亚那边比较多 其实来说 像壁虎科啊 壁虎鼠 还有大壁虎 它自己的学名 包括中文名阁界 英文名toki 这些都是大壁虎 它自己亲口叫出来的 所以咱先来听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叫的 这么个叫声啊 就看你怎么理解啊 是吧 有人把它听成了gecko gecko 也有人听成了toki toki 然后咱们华语圈呢 觉得更像gap guy gap guy 其实就我说啊 我觉得还是隔界这个词的 闽南语和粤语的发音 更像一点 就是gap guy gap guy 不信大家可以再听一下 然后大壁虎除了这个 成名的叫声呢 其实还有一种叫声 就是这种像是在咯咯笑一样啊 晚上听到的话 感觉还是蛮惊悚的 那么说到壁虎会叫这声呢 台湾有个故事还挺有意思 说当地有这么个说法啊 说着水溪以北的壁虎啊 不会叫 着水溪以南的才会叫 为什么会这样呢 据说跟郑成功有关系 说当年郑成功打荷兰人啊 打到了台湾南部 有天晚上敌人准备截营 搞偷袭 情况非常危急 那么敌人的计划呢 被当地的壁虎王听见了 壁虎王想帮郑成功 所以他就着急周围的壁虎都汇聚到附近的山头上 然后大家一起发出叫声 就把郑成功的部队给吵醒了 这才打败了荷兰人 那么当时因为时间紧迫啊 壁虎王只叫了着水溪以南的壁虎 着水溪以北的没参加 所以只有南边的壁虎才会叫 是这么个传说 但真正的原因肯定不是这个 是吧 其实还是跟壁虎的种类有关系 说台湾南部尤尾歇虎比较多 这些壁虎嗓门很大 叫声很明显 是一种像这样 类似于弹蛇的声音 然后北边呢主要是无有歇虎 嗓门比较小 听不太出来 然后这两种壁虎呢 长得还特别像 所以给人感觉就好像是同一种壁虎 有些会叫 有些不会叫 是这么回事 好了 说完了壁虎的叫声 咱再来说他们最神奇的能力 就是装备了超级黑科技的那四只脚 说壁虎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能力 毫无疑问 就是他们飞檐走壁的本事 说大约有60%的壁虎有这项能力 不论是粗糙的树皮 还是光滑的玻璃 不论是垂直的墙壁 还是倒挂在天花板上 这些他们都可以 那么这事到底有多么不可思议 你对比其他动物就知道了 比如昆虫的钩爪 可以爬比较粗糙的地方 但是太光滑就来不了 然后像章鱼那样的吸盘呢 它可以吸附在玻璃上 但是太粗糙就吸不牢 然后像藤虎倒是可以 它那个胶水哪都沾得牢 不过问题是它就不能动了 总之总有不如意的地方 所以壁虎这种什么样的表面 都能来去自由的能力 就显得非常独特 那么这其中的奥秘呢 确实很令人费解 这到20多年前才有了解释 说壁虎那五个脚趾啊 咱肉眼看的话 就只看到一些横纹 有点像指纹一样 但是显微镜放大了看呢 它们其实长了很多 非常细非常细的钢毛 每只脚上竟然有上百万根 就很离谱 然后这每一根钢毛啊 还可以再放大 放大了发现它上面 有一些扁平的小铲子 一根钢毛上 能有100到1000个 这样的小铲子 壁虎四只脚上 总共得有11个 所以你可想而知 它们得有多小是吧 那都是纳米级的 那么这些纳米级的小铲子 接触到墙壁的时候啊 神奇的事就发生了 说小铲子和墙壁之间 会产生一个引力 叫泛德华力 它是一种电吸引力 只有分子或者原子 之间的距离足够小 比如1纳米左右 它才会比较明显 然后壁虎脚上 这些小铲子呢 就可以实现这种 纳米级的接触 跟墙壁产生泛德华力 当然泛德华力 这种引力啊 它是一种 非常非常微弱的力 估计一根钢毛 产生的引力啊 大约才200微牛 相当于万分之二牛 不过什么呢 架不住它多二吧 比如大壁虎 四只脚的钢毛 大概有650万根 这算下来 就是1300牛了 也就是说大壁虎 要是某族全力吸住啊 最理想的状态 挂俩周结论都没问题 就这么孝着 那么说到这儿 有观众要问了 说一只大壁虎 也就50克重 它要这么大的吸力干嘛呢 这不浪费吗 所以要说明一下 刚才说的1300牛 不过是最理想状态下的理论值 实际上各种不同的接触面 肯定都要打折扣 高速奔跑的时候 也发挥不了最佳状态 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壁虎 有很多紧急情况 比如从很高的树上 掉下来的时候 中途有片叶子 或者装在树干上 需要一瞬间就得抓牢呆 电光石火之间 也许只能发动千分之一的引力 也说不定 所以它们最大吸力 你也不能说浪费 还是有必要的 然后还有个问题 大家可能想知道 就是壁虎这么大吸力 它怎么抬脚呢 有个类比非常形象 就是撕胶带 咱们撕胶带的时候 都是从胶带边缘 用一定角度把它撕下来 那么壁虎抬脚 也是这个道理 通过慢镜你就能看到 它脚趾头可以朝上弯去 也是从边缘 把脚给撕下来 不过人壁虎这胶带特别好 不但粘得牢 而且撕多少回 粘性也不会降 这么好的东西 当然就被科学家们给盯上了 尤其现在制造工艺 也是越来越精密 已经可以制造纳米级的 细微结构了 所以就出现了仿生壁虎的胶带 还有各种各样的攀爬装置 人类有机会像壁虎一样 飞檐走壁 这都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可能性 然后另外还有些团队 开发了仿生的机器壁虎 以后有希望用在故障抢险 灾害救援这些场景 可以说壁虎爪给科学家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启发 所以说人类需要向动物学习的东西 还是很多的 我们接下来 咱来说壁虎的尾巴 壁虎断尾求生这事 大家都很熟悉 说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尾巴会断掉 然后断下来的尾巴还在那乱动 吸引敌人注意力 有时候能动个半个小时左右 壁虎趁机就流走了 这是壁虎常用的一种防御策略 那么尾巴断了 看起来就会很可怜 所以小的时候 大人就会安慰你 说不用担心他们 壁虎的尾巴还可以再长出来 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大事 这么个说法当时也就信了 不过实际上 壁虎断掉尾巴真的无所谓吗 好像也不是 首先说并不是所有壁虎都会再生出尾巴来 有些壁虎尾巴断了就是断了 就不会再长了 比如一种热门的宠物壁虎 叫截脚手工 它断尾之后就不会再生 也就是说它这辈子只有一次 断尾求生的机会 所以就说野外的截脚手工 甚至大部分都没有尾巴 就说明他们都已经是发动过技能了 然后壁虎失去尾巴 还有个有所谓的事 就是损失了能量 什么意思呢 说壁虎尾巴实际上还有个储存能量的作用 尤其是有些壁虎尾巴特别肥大 这就是储存了很多的脂肪在里面 比如另外一种热门的宠物壁虎 叫豹纹壁虎 长得非常可爱 看起来总是笑眯眯的 这家伙尾巴就特别粗 特别肥 专门储存脂肪用的 因为他们的气息地 在南亚的一些干旱 半干旱地区 冬天比较冷 没吃的 豹纹壁虎就得靠尾巴里的鸡蓄熬过冬天 所以如果入冬之前尾巴断了 那可就要了命 好在豹纹壁虎的尾巴 还可以再长出来 不过新尾巴的颜色 图案还有质感都不太一样 而且比原来更短 更肥一些 一看就知道是再生的 这是它的特点 另外豹纹壁虎还有两个特点 顺便说一下 一个它是为数不多的 有眼皮的壁虎 生物学分类是碱虎壁 就是有眼碱 有眼皮的意思 然后再一个豹纹壁虎 是没有纳米角的壁虎 爬墙什么的来不了 它们主要生活在地洞里 并不是典型的壁虎 但是因为长得可爱 在宠物市场 人气还是非常高的 然后继续说壁虎的尾巴 其实除了断尾防御 和储存能量之外 壁虎尾巴还有些其他作用 比如有些壁虎 生活在树上 可以把尾巴绕在树枝上 增加一个抓手 然后不小心仰面朝天 掉下来的时候 它尾巴一使劲 就能翻过身来 然后再就是有点像袋鼠尾巴 必要的时候可以支撑一下 保持身体平衡 这都是有尾巴的好处 所以说壁虎端了尾巴 就算可以再长出来 代价也是很大的 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无所谓 那么虽然很多人讨厌壁虎 但也有不少人喜欢壁虎 仰来当宠物 最常见的两种宠物壁虎 刚才都提到了 就是豹纹壁虎和结脚手工 这两种壁虎 市面上卖的 基本上都是人工养殖的 它们的养殖技术 都已经很成熟了 而且它们的性格也比较适合当宠物 不过还有些人养壁虎呢 喜欢养大壁虎 也就是刚才说的隔界 这个就不太推荐了 一个是刚才也提到了 说大壁虎的性情比较凶猛 体型也很大 它们在野外甚至会捕猎小鸟啊 小蛇这些动物 攻击性特别强 一个不注意就很有可能被它们咬到 而且以它们的那个体型和咬合力 很容易就把你手指给咬破了 尤其对小朋友特别危险 其实并不适合当宠物 然后再一个呢 大壁虎虽然也有人开始搞人工养殖了 但市面上很多大壁虎 仍然是从野外抓的 然后除了当宠物之外 大壁虎还被加工成药材 也有拿大壁虎抛酒的 中医里面就管它们叫隔界 据说有各种各样的功效 不过现在来说呢 大壁虎在中国已经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了 华盛顿公约里面也是妇虏二的保护动物 所以大家还是尽量不要买来当宠物 也不要买隔界的药材比较好 好了 壁虎这期就说到这儿 那么好久没跟大家征集题材了 所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动物 就在下面留言吧 或者给你喜欢的留言点个赞也行 接下来讲什么就大家说了算了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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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